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看一看 好 其实突然就开始接受采访了 好突然 现在是要拍戏了 那怎么办 我想请求乌冬采访间可以拍一下少爷的脚 我穿拖鞋不好看 你为什么非得让我出球 不是 你刚才是这样的 瞎子吗 看不见吗 你看你现在比我高多高 你放下来 你看上面到底是谁高 你看 怎么 你好会借那个借位 什么借什么位 本来就是这样子 对吧 有没有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 那这件衣服是哪来的 真的好可爱 这件衣服是剪的 哪儿剪这么好看的 我也去剪了 在那个 在谢氏集团剪 谢氏集团剪衣服 大家都要去谢氏集团工作好不好 对 都当那个少爷的助理 然后就 谢氏集团很有钱嘛 少爷也很有钱 我就看上了他的财产 然后就随便才扔一个东西 在我这都是宝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件衣服啊 但是 为什么 我也剪了一件 你扔了 然后你自己剪 对 是因为我穿了之后 然后你就给剪了 对 我觉得你穿了之后 怎么这么好看这件衣服 之前扔之前 我真的觉得一般 然后你就觉得剪回来了 就是 本来你穿不好看 一看我穿特别好看 然后你就觉得 挺好看的 然后就剪回来了 对吧 还是说你就想跟我穿一样的衣服 所以你怎么想的 嗯 好吧 也是蛮尴尬的 到底怎么来的 其实 其实是少爷送我的生日礼物 嗯 也别说这么寒酸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随便的礼物 是吗 嗯 那生日礼物什么时候给我 一会儿那场戏就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 哦 好吧 行 哈哈哈 我不能扛我 我觉得你腿在抖 谁在抖 谁在抖 神经病 我怕就这样我干嘛要抖 你要是不累的话 你就一直这样颠着 反正大家也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么多期了 大家还看不出来一个究竟镜子 想变大家的眼睛 我真的也不知道 谁竟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就问问你们今天来干嘛来了 今天来干嘛来了 今天来干嘛 谢谢啊 好 那么今天听说是不可抗力最后一场戏 有什么感想 不可抗力不是不说再见吗 怎么变成最后一场戏啊 对啊 我发现这个人说 越来越不着调 第二部的最后一场戏 第二部的最后一场戏 是吗 不知道 三部可能加欸 你们说不可抗力不会结束 我们可以期待后续吗 对我们后面要做一个连续剧 然后呢 三十多几 三十多钟 真的就得累了 一几几秒 对你就放松一点吧 一几几秒 什么几秒啊 一几正常的三十分钟啊 然后拍三十多钟 嗯 你要为你的话负责任 你要带 我刚才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我还以为你要带自然的自己 嗯 我也就能送起你这种衣服 看到带自然的 这不是送的 这是我简单 你不是说送我其他的生日 我还等着呢 行 那他一会就要送你其他生日礼物了 期待吗 还好吧 因为 我那些穷人朋友都送我一些什么 音响啊 所以我就认识你一个有钱的人 所以 嗯 应该会给我一些惊喜吧 是什么 哦 演员 演员 演员来了 演员不能去 演员还没采访好 好 你剩下的请 不要看戏了啊 你自己在这采访 我们一会儿继续啊 啊 干嘛 你不去啊 我去啊 那一会儿再见吧 好 再见 啊 没有拍照 丽呢 马上要拍记性戏了 快快快 跟我说悄悄说一下你的感想 什么说 马上要拍记性戏了 快跟我悄悄的说一下你的感想 关你屁事 脱你的裤子 我要脱裤子啊 变那的logo 哦 哦 那密切给慢着的感觉 他瞬间都 好想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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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 不是假的假的 好想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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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狗里狗里 好想你 真的喜欢西北 好想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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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